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周末版政治到了 我是许桂牙 今天晚上洗烘胎梯 这个台风参数 它的入境是沿着我们的东部的沿海来北上 东半部是首当其冲 提醒观众朋友要沿防 可能会有强风或者是豪雨 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除了台风之外 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礼拜 本土疫情的焦点 我们看的是从新北板桥幼儿园群聚案 开始烧了起来 累计前前后后已经是有27例的确诊 好这个埃及爸爸 从他的这个IgG有抗体阳性 就来判断说最有可能是一个源头 但是我们来看到是 他的太太发出了不平之名 他说因为你贴上我这个防疫破壳的标签 实在是太过沉重了 他认为说如果是这样说 那同一个班机入境的这些旅客 要不要通通都来筛检一下 不要好像是把他们一家人当成是战犯的味道 他们觉得也蛮生气蛮愤怒的 因为防疫的事情 他们都做得蛮密实的 而我们看到的是黄高斌医师 他提出不同的一个见解 他说根据这个发病的时间 他不认为板桥社区群聚的源头是这一个埃及爸爸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也有不同的专家提出来是说 我们要不要整个防疫观念要改变一下 要不要思考的什么事情 要不要思考说跟病毒来共存 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但是我们看 其实要问的是每一个观众朋友 台湾社会到底能不能够接受 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况 我们现在在面对的是大魔王 是Delta的入侵 可是在野党干嘛 又来了 他们又在炒疫苗 说都是因为疫苗不够 那你看看以色列 这个突破性感染的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说 疫苗其实也不是所谓的 绝绝对对的万灵丹 还有两个部分我们要来看 一块看到的是国民党的党魁之争 是怎么样的一个大乱斗 而另外一块非常重要的是 有关于国际情势的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 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相隔七个月又再度通上了话 好 这一通电话背后 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稍后来解析 好 还有更多讨论之前 我们先要来介绍的是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阮昭雄 各位好 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资深媒体人王时琦 大家好 还有新光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看本土疫情新增个案 今天公布的是佳林 不过整个状况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观察一下 我们看台北市的松山区 有一所国中 有国中生确诊了 因为重点是 奇怪 他怎么会突然之间感染呢 没有一个脉络 所以大家就是会蛮担心的 全校现在也笼罩在 X-GAMD是Delta攻击 就是这样的阴影 那台北市的疫情的部分呢 十二所学校 一千五百多名学生 是停课的状态 我们一起来看 没有本土的确定病例 那千万一路有武力 那死亡的个案也没有 本土佳林 但幼儿园群聚 北市国中生染疫 感染源还没追出来 经定序成为重要关键 记者会开到一半 答案来了 对 我们那个经议定序 刚好在这个记者会当中 已经有结果 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那案16179 国中生已经定序 布莱斯阿法 电疫苏 装修工人 以及他的太太 16171 那个检验定序出来 都是Delta 而百祥社区装修工人 和妻子染的是Delta 群聚案已经累积20例 染上魔王珠Delta 而埃及霸定序还没出炉 却成为剑靶 被指为感染源 妻子不忍了 希望外界别猎屋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事大为是谁或怎么样 这些都请大家不要猎屋了 那只是造成这个 在疫情调查上的一个困难 对整个疫情的厘清 并没有帮助 而第九轮打BNT和高端 BNT除了18到22岁族群 65岁以上和40岁以上 第九类也能打 9月20号开始预约最快25号开打 高端子开放已间隔满四周的人 接种第二剂最快30号能打 积极控制疫情下 继续冲高疫苗覆盖率 有关于台北市松山区 这一个国中生 就会很担心说 疾病怎么会莫名其妙冒出来 那现在说一个状况是说 他的外婆家在板桥 是不是板桥的这一个区域 因为呢 比较多的个案 是不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去接触感染了 这个还不确定 可是回过头因为最近我们讨论 非常非常多的是有关于 这个新北幼儿园整个群聚案 那幼儿园烧进了某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里面 埃及爸爸他就是住在这里面 那我们其实要来追一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一直试图想要去理解 怎么会他前后裁剪 这么多次都没抓到 然后到最后呢 他的CT值被验出来 也已经蛮低的 但是呢 他的IGG跟IGM都存在 这一个部分 那阿中部长怎么样解释 他就是试图要去还原说 我们来追 有没有可能是怎么样的情况 其中一个脉络 他是这样讲 他说既然相关的这些个案 27例 基因定序定起来 确定这个幼儿园跟埃及爸爸 他们一家人都是同样一株的 这个Delta的变异株 那比较诡异的是 包括埃及爸爸的两个亲戚的 这个部分 的确是蛮诡異 因为比较后来才感染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是这个阿中部长的说法是说 社区不明感染传播有可能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他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 我请教你 有没有可能是说 埃及爸爸 他一路採检都是阴性 回过头来是 小朋友先染疫了 然后小朋友可能也没什么症状 再回过头来 传染给这个爸爸 你觉得可能性是如何 是的我想这个埃及的这个16160这个个案 因为他是回到台湾以后 经过三次的裁检都阴性 然后在这次呢 因为就是回 就是说 因为幼儿园这个群聚爆发以后 我们才又去验这个 因为是小孩子先感染 才会回过头去验他这个父亲 也被确诊 但是确实就是说 从目前这27例的关联图看起来 发病日比较早的 而且从IGG IgM的抗体的反应也有的 CT值比较高的 那发病日早 确实也就是这个16160这个个案 那160160这个个案呢 现在就是说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目前我们 其实在这整个疫情爆发 我们最担心什么 最担心是不明感染源 而且不明感染源 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最担心是不同的地方 可是现在看起来 起码这27例从埃及爸爸跟幼儿园 这一串的基因定序跟Delta 都是相同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观察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装修工人 装修工人的这个个案来讲 因为他是Delta 但是他的基因定序 有没有跟这27个人的定序是相同 如果有 那我们就会又放心一点 表示他曾经到这个V棟的大楼去 不管他去的时间多长 因为他也有可能在那个楼梯 就是坐那个电梯的时候 去按那个电梯 其实那个都是有可能环境的来源 因为这个装修工人 他显然他的记性的部分 比较模糊了 他有没有进去 一开始说没有 后来又说两分钟 后来又说有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其实如果说这个基因定序 就可以提供我们这个脉络跟线索 说他是不是 是跟这群人是同样一群 被感染的对象 就是说从目前的整个疫情来看 我要跟民众报告的 就是说 起码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是像上次的万华 已经从点线到面 然后大家还记得吗 从上次万华事件的这个 五月十一号的那个指标个案出现 就是卢州狮子王出现以后 之后的五天 整个个案怎么样 就报上来 从两位数 三位数就到三四百 整个就上来 可这一次的个案到目前为止 大家不要忘了 侯市长在这几天 我算了一下 他总共採检 那个两栋大楼里面的住户 相关的人 一共採检多少 你们知道 一万六千多个PCR 一万六千多个PCR 到目前为止 一万六千多个PCR 验下去都是阴性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疫情是看疫情的发展 我们去做调整的 就是说如果说验下去 就像上次万华一样 个案一直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大事不妙 表示有多个感染源 然后这疫情可能不会 那么容易的去收拾 可是起码发展到今天为止 尤其今天又是嘉宁 那就表示说 这个个案 就算有隐形传播链的存在 基本上社区所的病毒的量 是不高的 才有这个结果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在揣测说 一定是没有验到 或是什么 我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从我们公卫的观点 你从防疫的观点去看 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去验 验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之前一起讲 我们现在从万华事件爆发以后 到现在 我觉得台湾现在做得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社区监测 做得很好 就是说社区监测 就是说每个人到了医院去以后 不管你探病住院 或者你到急诊去 我们都先验 你你有没有被确诊 像最近很多个案都被验出来 就是在医院里面 在做例行性的PCR的 这个社区监测 被我们发现 所以我认为说 台湾只要这个社区监测的机制在 那哪里有问题 我们就把它赶快匡列出来 就可以打断这个传播链 就不会让疫情扩大 原汁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那个装修工人 那这个装修工人根据他自己回忆的最新的疫调结果 他是说他八月十二号到八月十四号 有进到我们这个满调社区 然后再来就是九月八号 那我觉得可以先排除九月八号 因为九月八号他是进来干嘛 他进来做筛检的 所以实际上他来工作 应该是八月十二到八月十四 可是现在大家如果说 认为是那个埃及爸把病毒带进来的话 埃及爸在八月十九号以前 都在隔离中 所以两个人并没有一个接触的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埃及爸 因为埃及爸他们 他的老婆有发生 他其实我觉得他讲话的重点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很在乎 很在意到底埃及爸回来之后 有没有症状 会不会是确诊 所以他们不仅是在埃及爸 他他在隔离期间 他自己有做了两次PCR跟一次快塞 他回到家以后 也一有症状也都是一直在塞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蛮认真在顾这一块的 那如果说大家认为说埃及爸 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埃及爸是八月四号坐飞机回来 那我觉得比较让我害怕的是 埃及爸八月四号回来 那埃及爸的哥哥表哥 同一班飞机回来 然后他们这三个人都经历过 就是隔离的十四天 然后十四天两次PCR 一次快塞都是阴性 那如果如果最后是指向是他的话 那我们现在从境外回来的人 会不会也遇到一样的状况 就是说他在隔离期间PCR是阴 出来之后又变阳 阳了之后又会把它扩散出去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蛮大家担心的 最后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 我觉得我昨天看到台北市的态度 我非常不满 因为昨天台北市的国中生 他有确诊 现在感染源不明 那黄珊珊就故意放了一个消息 就说可是他的外婆住板桥 那我也是来注意板桥 你现在在带什么风向 我觉得台北市如果他当初他很介意说 大家都扯到万华 因为有时候那时候大家有的时候 只要有人去过万华 好像确诊都是万华害的 如果他认为说在污名化万华的话 那他现在为什么要污名化我们板桥 因为他也是跟侯友宜学的 侯友宜一开始也是不排除跟机师有关 他也足迹也去过很多其他外线市 所以当初侯友宜是这样干的时候 你现在凭什么 没有因为我是来自板桥 我要捍卫他的外婆在板桥 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因为跟这个板桥有关 好像板桥很恐怖 到底有没有说他常常回去看他外婆 这就是一件事情 但是源自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请教 是说如果说防疫 新北市有心要好好的防的话 我觉得有一块漏洞 A洞跟B洞为什么处理不一样 B洞是整个清空去住防疫旅馆 那A洞他觉得说你既然要那么样严谨 你要整个新北市餐厅都禁止内用 你为什么这一块好像落一棒你知道吗 好我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在那个新北市的防疫记者会 也有记者问问他 那我那时候卫生局长 我觉得他打得很模糊 他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所有做法都是经过疫調 意思是可能疫調结果两栋的互动是并不多 但这一点其实大家是还蛮多质疑的 我们就就防疫的角度 因为我也去现场看过很多次 他那个社区 我请你去现场 你是也是穿这样就去了吗 我是穿T恤 然后戴目镜 因为我们都觉得说你既然要去 你觉得是风险的地方 你的这个装备你想踢吗 你确实一点 我没有进去 我没有进去 因为他那大门伸索了 我们就在旁边投砍这样 可是那个社区 我以前进去过 因为他们办活动 他们是这样有一个中庭 然后两洞 然后然后这边是A洞 这边是B洞 然后那这个B洞 就刚刚讲了清空 那其实其实A洞 B洞我的了解 还是会有一些互动 比如说会在哪里互动 他们B1跟B2是停车场 两边坐电梯下去 都是同一个空间了 对对共同空间 然后还有就是旁边会有垃圾场 有时候倒垃圾可能也会遇到 那另外就是 他们还有一个儿童游戏间 在B洞 所以儿童如果玩在一起的话 可能也会遇到 那至于说为什么 他没有把A洞清空 我觉得是可能是害怕说防疫 就是可能我觉得还是 尽量不要以干扰大家生活为主 如果他疫调结果 发现互动不多的话 可能就做出这样决定 然后补充一下B洞 B洞他现在六个确诊者 里面他的都不同楼层 十楼十一楼跟十五楼 那实际上这三户 人家也都互相不太熟 也不认识 不会讲话那种 可是为什么互相感染 可见就应该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那其实我有问他们 他们说可能在电梯里面的影响 是最严重的 因为会按 会按那个按钮 应该是不太聊天 就是按来按去 所以整栋 就整栋被拿去集中检疫 那我觉得就是 也给一些社区做参考 那个电梯的维护 就是那个清销 我觉得一定要常常做 然后保持那个病毒 不会扩散出去 小熊玉文我请教 台北市目前的这个做法 我们也看到 烧京校园里面了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 不足的要再加强的 其实没有人愿意生病 尤其病毒 跑了跑去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这种比较严重的感染 所以我很赞成说 这个埃及爸 他的太太 特别讲到说不要牵挂 没有人愿意生病 如果他遵照的是 我们整个台湾政府 规定的相关防疫的标准流程 来做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 他能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部分 大家要有所了解 这样才不会把很多的事情 搞得很社会化 那尤其是 刚刚特别提到说 未来有没有可能跟这个所谓的病毒共存 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气氛是有的 因为大家聊的时候 都会特别提到 不过我觉得 你真的是有吗 我跟你讲 在那个大家说 基因定序是Delta的那一天 有人观察到 奇怪 我包括我坐公车坐捷运 没什么人 因为大家开始 我自己骑车 我自己开车 会怕 但我要特别讲到说 人在久的时候就会松懈 刚才特别提到很多的部分 其实在疫调的部分 其实是关键 如果疫调做得清楚明白的话 对于很多的疫情的传播力 你就可以做一些了解 但是你注意看 其实我们现在便利商店 有些真的很严格 每一个进去 他都来看你一次 到底有没有实名字 但我跟你讲 还是很多没有 我就刚刚旁边的人 进去就走进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说 其实在这个部分 其实必须要全民共同来想 因为大家好好发现说 这几天慢慢的比较 有问题 但前几天 好像家龄比较多 大家有点小松懈去了 尤其现在很多餐厅的内容 到底有没有符合相关的规格 坦白讲 真的有些 你没有打上身心 这个就是相关单位 要去稽查的部分 到底台北 他在匡列疫调 有没有确实 那请小兄议员 多加的留意跟监督 那我先请教这个时期 我们看有关于埃及爸爸 他的太太 他说什么 他其实是转达他先生的想法 他说身为一个本来 他是非常爱台湾的一个外籍配偶 那看到他觉得现在的状态 感觉是因为大家一在讲 都是埃及爸爸 埃及爸爸 他觉得他被贴了一个标签 像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那种感觉 所以他也蛮失望 也蛮愤怒的 一路防疫的规定 要检验要隔离 然后他都是阴性无症状的 包括要筛检什么 他们的配合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现在这个状态 他觉得说好像只有看到说 我们一家是阳性的问题 如果要断定我先生跟他们 真的是一个这个境外移入的话 那他觉得说 整个同班机入境的乘客 也有可能是一样的症状 也有可能很久都给你抓不到 是不是也一并要做筛检 才能够达到政府所说的这个防堵的部分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是因为我们埃及的这个部分 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个案 那我们在作员的时候 提到这个状况 当然也有很多状态是 他在隔离中 怎么可能会验出来还染到别人 这个也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血的部分 世袭怎么样来看 的确就是说 当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就一直讲埃及爸 埃及爸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时候 你就会露掉那个真正的那个源头 那个源头 你没有被逮到的时候 它可能持续的在散步 那我一直不觉得是埃及爸 为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太跳脱 我们的对于这支病毒的理解了 他的确8月4号回来 住了14天 当中三次的裁检 通通是阴性 然后出来之后 他确诊 他确诊他的CT值是37.8 也就是说他的散播出去的能量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大 那更何况 你看到其他国家的例子 新加坡的例子是说 Delta这支病毒 他的潜伏期短 他发病快 那所以他既然发病快的话 所以新加坡要把他们的隔离期 缩短变成10天 那如果在埃及爸的身上 他的病毒的潜伏期短 然后又这个发病快的话 他就不应该是那个源头 他就应该是在台湾内部 碰到的病毒 那所以他被谁碰到 谁是传染给他那个人 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溯源 那所以埃及爸爸 不是埃及妈妈 埃及爸爸的太太 心里面会很不平 当然会不平 因为他不一定 种种迹象显示起来 他很可能就不是那个源头的时候 他当然会觉得 每个人都觉得 都是埃及爸 都是你们埃及一家人 这个对他来说 那个肩头上负担的压力是太大 的确是有污名化的危机 那现在大家再关注的是说 新北的这个案子跟台北的这个案子 这个装修工人的这一条 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传播的关联性 那可是又冒出来松山的国中 然后文山区也有 也有小学也发生了 好啦那所以现在我觉得台北看起来点还比较多一点 台北的点是散的 那这些点你有没有办法说 串起来说其实他们是同一条线 或者是台北到底有几条线 我觉得那个是台北市现在要急着面对的事情 那黄珊珊的讲法是说 台北市其实框的很满 就是不管是学校的停课 然后全校的筛检 黄珊珊的讲法说我们已经框了很多 他认为是满的 我希望是真的满 因为我们的台北市长 他的垃圾化比较多一点 就是当新北在那边讲说 中秋烤肉应该要做一些限制的时候 台北市没有在专注自己的防疫的工作 他比较喜欢讲一些政治垃圾化 说政治就是这样很假掰啦等等等等的 你如果把这些垃圾 讲垃圾化的时间收起来 去认真的面对台北市现在看起来是多个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到说我们原先框 框好框满 隔离好隔离满 使得这些点的源头被找到 而不要再持续扩散 我觉得这个是对台北市比较有帮助的事情 那所以你说在台北市有没有 会不会因为市长的垃圾化 政治垃圾化而使得人心有一些松 坦白讲我觉得有 因为刚刚小熊议员在讲说 这两天其实尽管有Delta病毒 可是我刚刚看到的台北市的状况 我跟妳讲塞到爆炸 每一家店都很满 譬如说我去买杯咖啡 人潮汹涌 我也不知道说今天并没有买 而且今天不是要补班补课吗 据说大卖场 我们外面那个大卖场也是人山人海 而且今天并没有买衣送衣的活动 可是人非常之多 而且一个桌子这个座人 另外一个桌子其实他是会打叉叉 因为你必须保持梅花座 可是每个桌子都是人 那你说台北市应该要去稽查 对 我相信台北市应该要去稽查 可是他有没有这么多的能力散出去说 我每一家店都给你稽查 其实也是困难的 那我刚刚讲到说 这个市长垃圾化太多 使得人心说对 你看其他县市都很假掰 他们都只是政治动作等等 所以其实不太严重 因为不太严重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就 大家买咖啡的时候 就挤在一起聊天聊得非常开心 然后也没有梅花座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市民的心态上面 会有一些松懈的感觉 这件事情应该要被克服 你起码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个中秋节 还有一些风险的存在 你要不要考虑这件事情 不是说没关系 我现在也不要一再来看 方老师你会不会觉得说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防疫的这一块 好像有时候会给大家一种错误的观念 再出来 我先谈一下 就刚才我们其实一直在追究 这次幼稚园的这个源头 一开始我们是说是那个16129老师 然后后来又发现是埃及霸 然后就把这个目标放到埃及霸 可是现在埃及霸本来是境外的病例 现在有可能变成本土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埃及霸跟他的表哥 他的抗体是阴性 然后他们大概是 所以他们大概是在七天到十天才感染 所以他们的CT值很高 所以因为这些因素 认为他可能应该不是源头 反正是我们国内 或者是不是还是那个老师 因为他感染了所有的学生 然后学生再感染到埃及霸 所以埃及霸可能不是源头 那如果是老师的话 那就变成说 我觉得很像 我觉得像那个黄重林医师 就是那个儿童感染科 其实他讲的一个概念 我是觉得比较赞同 就是说其实我们国内的确 已经有Delta的病毒在我们的四周 但是就是看 有没有遇到大魔王 就遇到一个超级传播者 你说遇到一个防疫措施 都做得不好的人 就是一个超级传播者 他就会感染非常多人 那如果运气好 没有碰到 因为我们大家别人都戴好口罩 或者我们已经打疫苗的话 可能那个超级传播者 就不会出现 那我们就很运气 可是如果有遇到 那个超级传播者 那我们就会有 就会有一起事件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变成说 今天有点就是说 如果真的 你看今天是零 那表示我们之前的 那个长龙的事件 那个事件已经结束了 然后现在幼稚园的事件 我觉得基本上看起来 在掌控当中 慢慢再往下走 那如果他这个火 也会结束之后 那我们只能说 他只是暂时结束 因为随时 因为这个Delta 已经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只是没有遇到那个大魔王 可是如果遇到大魔王 我们就会发生一次事件 那我们只能够 当他发生的时候 我们去处理他 把他消灭掉 你说现在要把他完全清 完全说已经没事了 我们已经没有病毒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件事就是 第一个还是要强化我们的戴口罩 跟我们的卫生洗手习惯 第二个加强疫苗的注射 现在你知道疫苗 其实也没有那么不缺了 可是有一些人不愿意嘛 比方原汁 你是不是还没打 还没 对啊 就是有这种态度说 这就是害群之毛 那个时候是政府掉疫苗 是直接 我认为现在就是说 疫苗应该先让双北优先打 就是先 可是他们要挑疫苗 我们如果都提供的话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也提供AZ我们也提供其他的疫苗 BNT我们也提供 那不打的话 那这种人我们要用公众力量逼他出来打 就是这种力量让我们的双北 因为从我们看到从这个五月到现在为止 双北都是热区 从来没有冷过 表示双北这个地方 的确有很多隐形的杀索在那边 那我们只能够强化 例如说双北的大学生 年轻人优先打 双北的成年人也优先打 然后双北地方的覆盖率比较好 我认为如果双北能够疫苗打得够普遍的话 如果双北能够先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覆盖率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 相对来讲我们的疫情就会比较乐观 否则刚刚讲过要变成生活常态 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 好我们就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从疫苗的部分切入 你看疫情 我们说之前阿法我们其实防堵的不错 可是这一次面对的又是不一样 是Delta 那Delta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在说什么 打两剂的部分 他在酸说 行政院老苏贞昌讲说 如果我打到第二剂的时候 就表示台湾疫苗够了 意思是说 苏贞昌愿意压到最后 他的意思是这样 可是柯文哲的解读不一样 他的意思是说 大家不关心你苏贞昌有没有打得到 是重点是大家打不打得到第二剂 可是刚范老师讲的是 还有包括原资的情况 那个第一剂的部分 就有人挑三减四 他在挑他一定要某一个疫苗 他不然的话他不打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Delta到底有多难对付 我们从这个手板来看 大家来看埃及爸爸 还有他的哥哥跟表哥 你看他们的CD值其实都蛮高的 那爸爸的部分 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这个筛检 一路都是阴性 后来居然是阳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哥哥跟表哥其实从他们的这个 抗体阳性的部分 没有他们是抗体阴性 所以意思代表说 他其实是近期才被感染的 那会不会 因为其实指挥中心就讲 到时候搞不好要改了 改列本土 到底是不是Delta这个不确定 可是我们来看 Delta既然这么难对付 可是为什么新加坡 他们采取的是这一个作为 请教资胜老师 我们看新加坡说什么 对我们发现说大部分都是Delta 没有错 所以怎么样呢 他们发现说Delta 他的潜伏期说比较短 过去这个Alpha部分 可能到七天 在Delta部分大概是四天左右 所以他们宣布的是 你如果跟确诊者有接触的 密切接触者 隔离天数 本来是14天 他们要缩短到10天 然后10天之后 你还是要筛检 筛检之后解除隔离 那后面呢 有这个自主管理 也就是10加4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怎么样来看 是没有错 其实把新加坡的概念 他其实就用五个字来表 就是与病毒共存 这个计划其实是他9月8号 开始推动的计划 那原因是因为 现在Delta的病毒的情况 是全球在蔓延的 是全世界都是在Delta的 一个笼罩之下 问题是这个病毒 他刚刚提到 他的潜伏期短 他的产染力快 可是也因为 全世界现在正在努力的 施打这个疫苗当中 所以相对而言 新加坡就看到了 你如果施打两剂疫苗情况 基本上都是轻症的状况 那也就是说 疫苗的施打 对于这个Delta病毒 甚至对于整个武汉肺炎的 这个病毒来讲好了 你顶多带来的是轻症的威胁 不会像大家去年 那个一开始的恐慌 是带来整个国家的公卫体系的崩溃 那你要在轻症的威胁当中 的暴露当中 和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 去做平衡的过程 新加坡就选择了 与病毒共存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事实上不止新加坡 他举另外一个例子是丹麦 丹麦他是两剂的疫苗 施打率已经到7成 他直接宣布全部解封 丹麦现在说 没关系 反正你就照正常生活 甚至把这个武汉肺病毒从大流行 把它降级为所谓的一般流行 等于流感的概念 丹麦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 也是这个礼拜的事情 其实大家看那个思维 国外的思维已经还转变 当疫苗的覆盖率足够的时候 我面对这武汉肺炎各式各样的变种 我还需不需要这种极为从严的去做主角的动作 还是要想方设法 就是说我既然不会造成整个工位体系的崩溃 我既然只要有施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可能是轻症 甚至可能没有症状 那我就让生活回归正常的常规 所以这里还是回来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刚提到说 这一次的Delta的情况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说这一次为什么 这一次为什么你看刚刚院长讲到的 这一次跟屏东的状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次的状况是你看Delta出来 可是我们在这么多天的这种所谓的疫调 然后整个的筛检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它的确诊的病例其实是少的 其实很少的 那这个很少代表什么 代表说其实我有这么多的传播链 即便Delta这么快的可以传染 可是你看到似乎没有什么重症 似乎没有什么传染出来 为什么我们的疫苗覆盖率 是在这短短两三个月的时候 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还是有人没有打疫苗 可是好像感觉跟疫苗覆盖率 没有绝对的关系 应该是我们的NPI做得很好 对应该这样讲 精准讲说我们本身的防疫做得很好 然后NPI做得很好 然后加上疫苗的覆盖率一定程度的效果 再加上整个刚刚院长提到的 包括社区监控的问题 包括民众自主的这种意识问题 我觉得这些东西加起来 你才是会让那个扩散的效果 是大幅的下降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我看来 我觉得埃及巴太太讲那个是对的 就是说有些人会不会不断去猎屋 说谁是源头 埃及巴是源头 那为什么要这样的猎屋 一方面我觉得有甩锅的因素在里面 就是反正就是遗害的嘛 其实还没有基因定序出来之前 还没有CT值很确定明确 那个IGG IGN都还没出来之前 什么人们说 新北市长 我有什么疑问 可是你要讲 为什么要讲埃及巴 埃及巴为什么有境外 境外是谁 就是你中央的主角不利嘛 我觉得那个就是会有那样子的猎屋 然后那样的转嫁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不必要 那当然溯源很重要 疫调很重要 但是整个过程当中 我说当如果Delta的病毒 已经是可能我们要共存的状况 我们下去思考的是 赶快让疫苗的覆盖率更增加 你看看新加坡的例子 看看丹麦的例子 看其他的例子 疫苗覆盖率的增加 再加上我们现在全民共同的防疫仪式跟做法 那个才能够持续未来长期的和病毒共存 我补充一点 就是说其实我是比较乐观看待 怎么个乐观法 就是说如果三不五十会出现一个个案出来 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会逼着大家都去打疫苗 你看最近大家都去打疫苗 很积极了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会 一两个礼拜会出现一个案例 然后会有几个学校可能要被迫停课 然后大家会紧张一下 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 大家会想去打 因为当他们觉得说反正我没做 没差的时候他就没要做 所以我们要去接受那个习惯 就是说我们今天是零了 可能下礼拜又会有个案例出来 然后大家又会很紧张 一下子然后再归零 然后又要出现 那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会是一个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就是变成说 但是我们就变成说 要随时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但是只能说疫苗再继续施打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事件的发展的频率 会慢慢拖长 本来两个礼拜会出现一例 可能不能三个礼拜四个礼拜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已经进来了 你不可能再像我们过去说 完全咀嚼 严格的方式 那个可能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 所以我觉得新的方式 新的生活模式 可能就是必须是如此而已 副院长我请教 的确大家开始讨论这一块 因为有国外的例子 那你觉得我们的接受度以及什么样的程度的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去跟病毒共存 我想从这个最近这几个月 除了是丹麦是最近宣布 因为他是丹麦其实六月份以后就慢慢逐步解封了 那最近这次他们是宣布连夜店 进去夜店也不用再看那个 有没有打疫苗的证明 就完全的解封 但事实上丹麦现在每天的确诊人数 还是有五百多例 每天还是有五百多 一个礼拜还是有三四千个人确诊 然后有两 差不多有十几位的死亡个案还是有 但是丹麦会做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他是有两个很主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刚才所提到 是疫苗覆盖率到达一定的程度 就两剂以上已经七十percent以上 所以要与病毒共存的基本的药件 其实基本上全世界应该都是一样 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说 你的疫苗覆盖率的两剂的完整率 起码要在七成五八成 甚至八成五以上 更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你才具备有慢慢 我们可以跟病毒共存的条件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当你在逐步解封的过程中 虽然确诊人数增加 但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打完完整两剂疫苗了 所以住到医院里面的住院跟重症的比例是减低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医院的医疗量能不会因为解封后 那把医院的这个医疗量能给挤爆掉 那如果说医院也能够恢复如常的运作 不会因为解封了 然后所有人就像说还没有打疫苗 大家都要住到医院里面去的话 那医院的医疗量能可以cover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个是疫苗的覆盖率要高 第二个是医疗量能不会崩溃 这两个前提都都有的情况之下 那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条件就是慢慢会形成 再加上我常讲我们台湾人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的这个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的公民素质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戴口罩遵从洗手的这个保持社交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是全世界我看表现最好的国家 我们算口罩比较戴得住的 戴得住的国家 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啦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现在是在争取一个时间 我说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在争取一个时间是什么呢 就是在等我们要把疫苗覆盖率提高 所以在这一段关键的时间 我们要以空间来换取时间 就是说边境严管 社区监测 就是我讲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是在帮大家争取时间 就是说不要让Delta病毒 在我们现在疫苗覆盖率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就大举的攻进来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做好了 然后能够很平稳的 赶快把两剂的疫苗覆盖率提升上来 我们当然也有机会跟病毒共存 所以下星期我们星光科教馆 那个星期三 又开始第八 不是广告 第八轮的AZ第二剂开打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昨天我们同仁就跟我报告 一开放预约不到两个小时 全部而满 三千多个位置 就是每天可以签四百个位置 我们星光医院可以打三千五百多剂 全部都而满 那这个是我之前看过的现象里面 这一次 就是速度最快的 速度最快的 表示说很多长者都急得出来 要打那个第二剂 这个本来提高负害率 就是大家都应该 所以我们只是拖慢 我们速度 其他国家都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了 结果只有台湾 还是有些人铁齿 死都不可能打疫苗 然后还不断地在质疑 我们自己的国产疫苗 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场里面 谁没打疫苗的请举手 谁没打疫苗的请举手 我要先 就是说国民党在整个过程 疫苗的施打的过程当中 唱衰自己的国产疫苗 然后鼓吹 还有这个疫苗不好 AZ不好 所以到现在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了 还没有打疫苗 不是 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当初他让我选嘛 他没有说你勾莫德纳可能会打不到啊 我是相信他 所以我就勾了莫德纳 你不会看新闻 后来 后来不是 那你不要让我选 或你加警语啊 打莫德纳可能打不到 那我可能我那时候就勾一下AZ啊 然后后来 就是多数人 原汁我跟你讲 多数人真的 他都是兜勾 很少人说 我就是一定要打哪一支的 很多人 大概四百多万 就是你们在鼓吹的那些人 被你们洗脑了 四百多万 然后后来BNT进来之后 我就加勾了BNT 结果他又从年纪开始打 所以我们就讲在中间 我们都打不到 可是你不能讲说 因为是我们拖累那个进度 为什么 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挑疫苗的话 现在也是轮不到我 因为代表说所有的长辈 那些莫粉 年纪比较大的 通通都去打了嘛 所以还是轮不到我 因为现在疫苗 就是只能打一千多万剂啊 我跟你讲 所以还是会有一半人打不到 所以真的不能怪给我们 当然应该怪给你们 只能说我们比较延后了 因为指挥中心在开放 这个意愿登记的时候 他其实都有说 接下来恐怕是 打几轮的AZ 所以他其实事先是有提醒的 那你事先已经被提醒了 然后你还只单挑那个打不到的 那是谁的责任 现在就算 那你做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不打 那所以就应该要 自己承担这个后果 现在就算大家都不挑的话 也就一千万人打得到嘛 所以你不能讲说 怎么因为有人挑疫苗 所以打不到 我觉得这样讲 有点不公平 然后第二个就是昨天 的确实 就刚刚洪副院长讲的 因为我也接到很多民众的陈情 就是说 他一开放预约 他上去就约不到 像我们在板桥 很多人在板桥 医院约不到 附近的土城中和也都约不到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各 县市的政府 现在有双轨的做法 因为他这一次是打 那个七十五岁以上 长辈的第二季 那长辈很多人都不会 上网预约 所以地方政府 现在很多是造册的 这个中央后来 好像也有同意 就是他会帮长辈造册 所以如果 如果电视之前 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预约不到 然后家里有 富二资格长辈 你可以去问一下 你的当地的里长 问一下里长说 是不是市府有安排 是不是到哪个地方 就是分区分食的地方 去施打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 可以让长辈赶快 住到第二季的疫苗 然后再来就是 刚刚讲到 那个板桥幼儿园 那事件 其实我个人是蛮主张 让那个老师 就是幼儿园的老师 可以打到第二季的疫苗 因为你看 那个老师 教保员 他就算不是传染的人 但他会成为一个媒介 就是说可能幼儿传染给他 他可能又传染给别的幼儿 那现在幼儿 没办法打疫苗 因为十二岁以下 所以当然我们就拿去保护 就是那个教保员 然后有人就是质疑我 因为我推出 我提出这样的呼吁之后 有人就质疑我 就是说 请问一下莫德纳 那个老师打了 隔了十周了吗 因为老师七月十二号 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指挥中心的指引 他是说莫德纳两剂 是不能超过 就是四周就可以打 后来可能是因为疫苗 到货比较慢 所以就延长到十到十二周 可是没有讲说 没有到十周不能打 你你及早打第二剂 绝对的保护力是比较强的 我觉得这一点 指挥中心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再来今天是非常支持 范老师对我们板桥照顾 所以也是希望 那个中央可以对待 那个屏东的做法 赶快掉疫苗来 大概六十万剂左右 就可以让我们 让我们打 板桥 因为那个上市屏东 是中央直接掉疫苗过去 不是叫大家预约 这个力道是差很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到 范老师的呼吁 可是那个情况 其实不太一样吧 范老师你的用意是这样吗 因为我看到王润贤 也是一样的说法 就是说当时屏东就可以打 就是疫苗就掉过去了 那是不是新北的这一块 也可以如实的比照 可是当时屏东为什么这样考量 不是因为屏东 他其实是偏向医疗资源不一样 那你台北你新北你板桥 是一样的这个可以放在同一个水平吗 当然还要看新北他地方政府 他愿意有这样一个施打的一个配套措施 不要说疫苗到了到时候 第一个你没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来打 那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要从各方面来理解 来做中央跟地方做沟通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为什么对台湾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台湾人都很想打 都很爱打的疫苗 很想打疫苗 意愿很高 那个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他去拜票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疫苗不断源源的进来 那我相信 就以我们现在台湾民众的施打意愿来讲的话 应该我们的覆盖率会不断的提升 现在已经快将近快四成多了 那再来五成六成 韩国他大概预计 韩国他目前他现在预计是九月份 他可以达到 他想要九月份恢复正常状态 就是施打率 然后达到他们的预估大概是七成左右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还要继续努力 我想疫苗施打是大家愿意说 轮到你就打了 那不过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打这个原因 谁要找出来 如果只是像国民党部分的人 为了政治操作而不打的话 我觉得太可恶了 有些人是因为你错误的讯息 你在鼓吹很多不应该的资讯之后 害得大家不打 那也不应该 那有少部分是因为 他真的有特殊的疾病 医生也跟他讲 你可能要打某种疫苗来讲 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情有可原 这个或许还可以 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做补足 那的确打第一剂 打第二剂 现在已经形成 我相信已经全文台湾的共识 大家希望说疫苗可以来施打 大家对于疫苗的认识 可以是比较正常化 而不是把它污名化 把它政治化 我觉得没有任何应该 好 我们来看一个 因为柯文哲 他除了防疫会杠中央 然后他有时候也会 就是酸一下猴有鱼 包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布局 真的每天都在想选举 说有可能是派学姐去选举 选什么 选新北市长 我们一起来看 北市府复发言人黄敬营 拥有高知名度 不管宣传施政或是党内选举 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也频频被点名 2022民众党布局 他将是女力刺客 现在传出震撼消息 柯文哲似乎有意安排他选新北市长 对上现任强暴侯友宜 谢谢大家都非常关心 我们都非常的关心 听见问题侯市长笑眯了眼 高民调似乎不怕刺客来战 但民众党明知会输却要一战 传出目标就是输得漂亮 因为目前柯文哲2024征战大位 最可能的假想敌 包括国民党侯友宜 民进党赖清德 但赖清德是现任副总统 发动攻势不易 所以先瞄准侯市长来进攻 削弱参选2024正当性 赢了话题输了理子也没关系 所以说根本就不想评论 这个就太离谷了 今天早上记者在问我说 哇 怎么都有这么惊悚的消息 根本没有听过这样的安排 自己的人生也不需要 别人的恶意编排 所以党内的有心人士 如果要这样恶意放话 动机也让人心疯一致 不止柯文哲严正否认 黄敬颖本人更是气扑扑 直指党内有心人士恶意放话 因为原先规划 他要选士林北同事议员 但党内还有其他近跟人选 现在突然传言 他要选新北引发联想 2022还没开打 民众党先党内不打 时期我请教 你觉得这是真还是假的 什么样的消息怎么会冒出 其实我当下听到 我就说学姐选什么 我突然下巴掉了 要选新北市长 我也是祝福 哪一次不祝福 我也是祝福学姐 这个消息是说 在民众党内部 他们自己在讨论选战的时候 就有提出这样的意见 然后认为说 因为这个学姐长得又漂亮 然后又有话题性 那如果到了新北的话 他可以跟侯友宜做一个特色上面的 完全区隔 因为完全不一样 从性别然后等等 特质完全不同 那如果民众党在台北市是 这个清定的接班人黄珊珊的话 那双北一个黄静莹 一个黄珊珊 他们民众党可以打出双北唱双黄这样的口号 于是这个突发奇想 于是就开始在内部里面的讨论 那可是如果要在认真的看待这样子的提议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事实上民众党真的是小看了政治 就是黄静莹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些历练 那你没有做过这些正规的公职训练的时候 你一跳就要跳新北市长 你知道新北市是最大的 它的范围是最大的 那所以你直接把学姐 拉到一个新北市长的位置上面 就是太过荒唐了 太过玩笑 而且你对于侯友宜的羞辱程度 也的确是 蛤 你是有这么恨侯友宜吗 民众党恨到说 哇 羞辱侯友宜派一个学姐去 就直接跟侯友宜来对战 侯友宜可是目前这个六都当中 算是这个支持度算是相当高的 那你现在觉得 打侯友宜我们不用太强的 我们只要派一个学姐 毫无这个选举经验的 就派她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太过轻挑的对待专业的政治 这个是民众党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只是 内部讨论一下 因为真正如果放在 实务政治上面来说的话 黄敬寅还是要去港湖的 黄敬寅一定是去港湖 那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要接收 高嘉瑜留下来的这些选票 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才会 比较能够有把握的赢得民众党的一席市议员 就是这个东西比较比较实际 你要打高空去选新北市长 我觉得这个是跳动跳态 如果我觉得现在民众党都在放假消息 我也是赞从这实际讲 他应该是选个市议员的差不多 怎么会选新北市长 一轮本来是要选立委 然后有意思要派他 可是他说他觉得他的这个人格特质啊什么啊 拜票什么他都不习惯 所以那时候就退堂股了 对啊 但是但是就表示就是说 柯文哲他并不觉得他要在新北缺席 就是说他还是想要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表示他并不 他只是说是谁而已 比如说我认为他接下来在新北每一个选区 他都会提名 他都会提名市议员 然后呢还是要有一个母亲来带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 那他选他选反正他一定输的嘛 但是如果他能够撤出一个水温的话 表示柯文哲在新北还是有影响力的 我觉得他的目的只是在这边而已 所以他只是放一个学姐出来当个诱饵 来看看大家的反应 如果大家反应觉得说也也没那么差 可能会找另外的人来来来选 但是他的企图就是他现在要有 他现在就是每个地方特别是都会区 每一个县市每一个选区 他都有一个他的民众党的市议员的话 他就会成立党团 比如说台北市有党团 新北市有党团 台东市有党团 我还蛮好奇说 那个反应会是如何 我先请教志胜老师 然后请袁芝回应 目前你刚刚当这个学姐说 要站的是新北市长的时候 回想是如何 应该没有任何回想 都觉得是个笑话吧 对回想就是大家玩耳一笑 然后就结束了 民众党在新北 大概评估上面 大概有百分之五左右的选票 这是有的啦 但是你说这个选票 能不能转嫁给学姐 这个其实我个人是 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那我还觉得 刚刚班老师还高估了 这个柯文哲 我觉得他纯粹只想做什么 他纯粹只是因为上一次 传出柯文哲要选高雄市长 这件事情 好像在媒体上面引起 有人讨论 对有人讨论 他的声量又起来了 现在不行 大家都要讨论德佑塔 大家都讨论埃及吧 他柯文哲不见了怎么办 所以我纯粹觉得 他就是要声量 这是第一个 那就回来看 第二个他根本不讲防疫 他防疫的部分 只回去讲什么 就去批评苏贞昌 他只讲说 那个疫苗买来 打一打就好了 谁管你 谁管你 那个第二剂什么时候打 这种 这种就是冷言冷语的方式 很明显 他根本重心不在于防疫 他的重心 根本不在于台北市长 他的重心只在于 怎么样让他的声量 在无时无刻被大家关注到 他是那个 那个那个新闻的 全部的焦点 所以我还是再去 学姐选新北市长 这句事情 大家真的不要当真 你跟柯文哲当真 你就输了 来源之补充 因为我看那个苹果日报 他说那个党政人士说 为什么要叫学姐来选吗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学姐知名度 在民众党呢 是仅次于柯文哲的 所以他认为呢 只要有知名度 就来新北就可以选的 选的漂亮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完全从柯文哲 选总统的角度考量 他说只要学姐 能够牵制住侯友宜 就可以让侯友宜 在选票上面 获得一些挫败 就失去了参选 二零二四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 可能柯文哲就 比较有机会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这民众党到底 是什么思维 一般人说 要选新北市长的话 一定都讲说 我对新北市很有感情 我希望让新北市 可以变得更好 甚至于我 我希望我比对手强 那哪有人说 要参选是说 因为他有知名度 而且他可以牵制侯友宜 我们的目的 其实是总统 那你把我们的西北市 放在哪里 所以我真的很欢迎 你可以过来 我明明给你震撼教育 譬如说新北市到底 有几区 有几区你讲得出来吗 有几个里 然后新北市的东南西北 你讲得出来吗 然后新北市 现在主要的规划方向 是什么 如果讲不出来 你就会觉得说 柯文哲你现在是市长 侯友宜也是市长 侯友宜今天也有针对学姐参选 有回应 他就说 他现在最重要 还是防疫工作 那你柯文哲 你也是台北市的市长 你现在台北市的防疫 你都做得很好 你为什么心思都放在说 要推这个黄敬营 或谁谁谁 这种政治的布局 所以我觉得听了 就觉得让人家觉得很失望 就是一个台北市长 他已经忘记他的任务了 他已经忘记 他是选民投出来的台北市长 他只记着 他是民众党的主席 然后把这个所有事情 都放给什么黄珊珊 蔡炳坤去做 然后黄珊珊跟蔡炳坤 也要去选其他县市的市长 黄珊珊要选台北市长 蔡炳坤说要去选南投 想的都是这些 那我不知道台北市民 所以下礼拜 说陈沛奇要选新北市 我们也不要意外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来看 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之争 现在看起来整个风向 蛮诡异的 风向之前 我们会讨论朱立伦 江启成 可是现在不能不讨论 一个人是张亚中 那张亚中的部分 他也被问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当这个国民党的财务问题 你每个月都有 三千万的缺口的时候 那要怎么办呢 他马上支票就可以拿出来说 来在这里 上面下的是500万的美金 我们好奇的是 钱从哪里来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